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经常想 现在的年轻球迷们 还需要专业的足球解说员吗 智能终端时代 一场九十分钟的比赛 也变成了无数的碎片 抬头看看比赛 低头刷刷手机 我们这个行业 就要被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 互联网搜索引擎 给取代了 时不时的呢 我都会看到老球迷的留言 哎呀 今天又有欧洲杯了 你在哪解说呀 我们想听你说球啊 从1996年英格兰欧洲杯开始 我一共在现场解说过三节欧洲杯 能够把自己的声音 留在了千百万球迷的记忆当中 直了 不管是在什么平台 我解说呢 还是要把自己 对足球的理解和热爱 表达出来 足球解说的智慧 是要传播足球精神 这才是观众和球迷 需要听到的声音 上车 听说你这次还带了个人来 何止啊 我带了一袋呢 退役后 选择了作为一名教练员 就是想为中国足球的下一点 多做点事情 踢两角球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如何教会他们去做人 在球场上是如何把这个团队意识 和凝聚力所建立起来的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孩子都很聪明 看到你们以前的机球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会拿自己的过去 可能一些辉煌 去跟孩子们去说道 让孩子以我作为朋友 我想等他们长大了 我甚至是 让他们要想办法超过我 我希望用自己的精力 去守护这些孩子 对足球产生更大的兴趣 再等等 还差一个人 那一年中国主场打印尼 那应该是在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零比一落后 所有人就开始焦急起来 有一次跟对方争顶的时候 我肩板撞在了球门柱上 中场休息的时候 队一给我说肩膀鼓励 米卢教练当时问我 还能坚持吗 在那个情况下 谁也不知道下面是 我们能不能反败为胜 但是我跟米卢坚决地说 我说我能上 我一定要上 幸运的是 我们反败为胜了 我也打进了第二个球 在我顶完球一刹那 然后肩板呢 右侧肩板重重地戳在了地上 但是球进了 当时就没有疼的感觉了 就觉得特别开心 后来我们一路前进 杀尽了十一杯 足球教会我们的就是 你如何面对失败 遇到挫折 遇到失败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转化成动力 这才是足球真正的意义 大人 大人 自然之后 的适合 一斟 操作